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 至亲爱的无限丰盛学院的负责人 我们的王申杰 欢迎申杰 哈喽大家好 申杰 是我们欢迎申杰来做一个创业故事的访问 那我们很好奇的说 您过去其实是有一段故事哦 所以有故事 才造就你会接触这个身心灵产业 对不对 是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初的这个起心动念 当初的起心动念 应该是说我在踏入身心灵的领域的起点 其实20岁那年 那简单来说其实因为忧郁症的关系 对 那我就是可能找寻精神科医师 跟那时候外界可能不是那么的接受或理解状态下 我就太想知道我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情绪的起伏或剧烈状况 我就开始 我深信14年的前面的七年的一个自我的探索 自我的疗愈旅程 我才发现说 哦原来我的情绪的正负200分这件事情的状态呢 在我可能在低点负200分的时候 我会可能很沮丧很无助很难过很忧郁 但是我只要用对方式 我可能都做了类图跟玛雅方式 发现我情绪的一个低点是负200分是它放对位置 它就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super的疗愈力 所以就是为什么深洁后来在走来深信的14年 其实专业的类别比较像是能量疗愈的一个系统的类别 那我才发现说就是把情绪的一个忧郁放对位置 它就是一个超强的一个能量疗愈力 等于是你的情绪可以在负200分低点 可以放对位置 就是有200分的一个能量疗愈的一个super的疗愈力 也就开始了我的一个自我疗愈 自我探索 治愈育人自助助人的一个旅程 但是但是旅程还蛮漫长的 我们其实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做自我的学习成长 花了七年的时间 但其实因为我们身体很年轻 在大学时期就已经发现了自己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其实外界可能有很多人到后期都一直都没有发生 自身的问题原因在哪 那其实其实您可能就是透过这样的自己的身心灵的学习 发现这件事情是可以帮助自己 也改变自己更可以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自己的品牌 是 然后包含自亲爱的这个名字也有特别设想过的 对他其实就是在我201617年被沈老板 我的沈老板也是我的沈队友 推动出来 他也就去做深信使命创业的一个旅程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着说我要用什么名字 那我觉得像我很喜欢养一只猫子的品牌 他就是对猫的热爱 那我自己想说那我要怎么为我自己去取一个品牌 那我觉得亲爱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自己最亲爱的一个自己 那一样的每个来到我们面前的 不论是个案或学生 我们都希望他们是一个最亲爱的方式 自亲爱的 就是对对方来讲 他们也是我们心目中的亲爱的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用自亲爱的 让每个来到面前的不论是个案学生 用他们喜欢的方式找到他们自己 因为每个亲爱的都是最独一无二 然后最最珍贵的样子 其实在这边我已经有听到一些我们经理核心的理念 就是其实都是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最亲爱的那个自己 因为往往人在发生过可能是遭遇的困难跟挫折之后 会迷失了自己 那找不到自己到底价值在哪里 或者是可能对自己的一个存在存有怀疑 然后也觉得自己的困境好像无法解套 对那这就是我们后面要探讨一起给予他帮助的部分 对不对 然后成立我们的品牌 但是我们要做推广 其实会有一点点的困难度 对不对 我们一开始也是要做从小开始做起 对不对 我们一开始怎么做推广 其实就是升级在大家1617年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是时候到了 在前面的那七年时间 其实升级可能在 可能在半中半读 或者是在就学 或者是在一个全职工作的时候 可能有涉略销售 或者是可能活动计划 或者是行销计划或剩计 那这些能力其实最后就变是生命的奇迹来自于每一步的累积 他就变是通财整合 来到我1617年 那就是真的就是只能说是一个生命的推动下 就发现工作感情生活健康 面相都可能被去做了一个断舍离 那其实生命中就是帮你把门关起来 才为你开启新的大门 那时候我其实就听到了神老板的声音 所以我都会说我的神老板也是我的神队友 那时候他们就为我指路说 去史茂萱 然后去台旅市集 因为史茂萱其实在高雄是一个复合式的餐 其实是有一个塔罗的注点 对我来讲可以去做一个很快速的职业占卜师的培训 然后台旅市集又台湾市集 那声音节其实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万丈高龙平地起的方式 就是一步一脚印的去累积 可能从塔罗三卜师 然后疗愈师 然后慢慢的去接触到 关于线上的一个转变之后 然后又再去做了一些 可能像是一些网路上的一些命理平台 然后之后有机会就是在 文化大学推广部 就慢慢的去做一个 深信的教育培训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一步一步慢慢在做 自己的一个曝光的方式 让很多人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品牌的存在 那再来就是我们来服务一下 其实刚才有讲到我们的一个经营的核心理念 其实最终我们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帮助他们找到自己 有最亲爱的自己 那其实我们现在后期反而是转换一个方式 我们做一个失智的培训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主要的培训的面向是哪些 其实深洁的现在的部分主要是做身心灵的教育培训模式 然后未来以及现在在准备 其实做深信的使命创业这样子 那现在的一个教育培训模式有四大系统 那一个就是深洁可能一开始做职业占卜师的一个旅程 所以深洁把变是英国CIP职业认证的一个天使疗与塔罗的职业占卜师的培训系统 可以培训所有的一个深信小白想要成为深信老师 可以协助他们可以成为职业占卜师 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副业协杠或者是整合商模 因为我们有些板娘是一个很像美业板娘 或者是水剑板娘 他们会去整合商模的方式 这是一个第一套系统 那第二套系统其实升级的招牌课程 就关于IT大厅室那样疗法 那他其实可以成为官方受证的疗医师 然后可以就是清理我们的负能量 然后情绪的疗愈 然后清理我们的一些负面性的限制 信念或者是头脑的抒压的一个风暴 包含更我们更期待跟喜欢的就是吸引力法则 就是用能量吸引能量 用能量吸引能量 然后让做用能量吸引能量 让事情可以更加的事半功倍的方式这样子 所以你就是可以把能量调整好心想就会适成 他其实是可以一样就是 你可以自愈而后育人 自助而后助人 然后也可以成为自己跟家庭的疗愈师 如果行有余力 又可以更积极来到了一个 可以就是成为自己跟他人疗愈师 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协装 副业跟整合商模的模式 这是第二套系统 那第三套系统是官医的扩大疗愈系统 它是跟官医的法门有关系 那他可以协助疗愈我们的一个 关于关系的疗愈 不论是亲情友情爱情 或者是关于自我疗愈 或自我关系的一个疗愈 所以跟爱的议题有关 就是扩大疗愈就是你就是爱 他可以去做协助我们这件事情 那第四套系统就是 现在就大家非常喜欢 关于天使金钱灵气的一个受证课程 这样子 他可以协助我们就是 补财富不退人补能量 可以去扩充我们的金钱的一个能量流 那也可以去 如果是以老板单位的话 他可以去做扩张我们的一个营业额 那如果是业绩单位的话 可以去扩充我们的业绩收入 是 我们把心灵面跟现实面都帮他想好了 是的 为他开对一跳路 因为过去我们生结也是这样走过来 那生枝给他鱼吃不如教他钓鱼吃 而且而且还可以透过这件事情 可以帮助其他的更多人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就算他没有去做一个创业的一个过程呢 即使他的每一个生活面向 他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这是最珍贵的地方 对 没错 再来就是我们想要请生结来分享一下说 经营这个品牌啊 其实我们也那么久 14年 其实有从中获得一些成就感 才能帮助自己 我们分享一些例子 如果是早期的阶段的话 像有一个生姓小白 他其实是海运的小板娘 其实在生结很早期 大概2017、18年 可能像现在可能有7年的时间了 那可能我觉得可以协助到他的 他其实是生结现在在做生性教育培训 已经很少接个案 那生结为什么会想要 持续的去接这个个案 跟一个老朋友概念 其实就是因为我发现在过程中 这7年我可以协助到他可能 关于陪伴系疗愈系的一个陪伴支持之外 然后也可以对他有一个情绪疗愈的支持之外 我觉得还有商业决策的一个方面的支持之外 我觉得更重要是我可以看到 他在这7年的时间的一个转变 然后那份转变是会让我真的是很开心自己 可以在做生性的一个 从兴趣变成一个事业 从事业变成一个使命跟置业方式 你可以觉得可以支持到他们 会是一件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 直接看过一个人从小白 然后到后期他可以帮助别人 那个成长的过程才是让人家很感动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品牌是不是有一个未来一个情绪的蓝图 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未来情绪的蓝图呢 如果是在一个短期跟中期的状态 升级下主要是做是生性的教育培训这样子 那在因为沈老板 我的沈老板也是我的沈队 那就是像沈老板任务是关于 生性的使命创业培训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可以培养这些生性小白成为生性的老师 可以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在生性除了自育而后育人 自助而后助人 然后可以成为自己跟家庭的疗愈师之外 可以让我们把家变大 把世界变小 可以让他们形有余力 再透过生性使命创业 可以获得 教他们赚到钱 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机会的 就是有一些副业 或是斜趟 或是整合他们的商务 我们这是生性的短期跟中期的一个计划 那如果是一个中长期的计划呢 其实还是回归到生性的一个理念啦 这样子就是可以培育生性的小白成为生性的老师 可以自育而后育人自助而后助人之后呢 也除了成为自己跟家庭的疗愈师之外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就把家变大让世界变小 可以世界因为我们有我们地方就有爱 世界因为我们更幸福的方式 我觉得它是一个愿景 一个蓝图这样子 很大的一个使命 可是不管这个使命有多大 因为它大我们才有动力 有挑战性想要去完成 那这条路上我们也不是孤单的 我们一直在有收集到我们的伙伴 所以我们转做一个师资的培训 就是想把我们这个团队 是一直在扩大的状况下 可以带领更多人影响更多生命 可以往这个路上做前进 那最后我们还请生姐来帮我们做一个对创业者的一个建议 我觉得在生性使命创业这条路上 我觉得所有的商业其实都需要有商业模式或者所谓的技术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对但是我觉得生性使命创业这条路上 我觉得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它其实是 生姐有一句话叫做 万事兼人品 人品兼风水 请兴动念决定 其实我发现有请兴动念才是最重要的 你在这条路上的一个 不论是使命或者是志业 或者是你的一个纯粹或真诚 这个请兴动念一个利他跟一个善意的能量状态 他才可以在你有所谓的一个技术 你有一个所谓商模 他才可以推动你走得更遥远的一个旅程 所以我觉得生性的一个 尤其在沈老板的一个带动下 我真的觉得在这条路上真的是 稳扎稳打 实事求是 然后让自己内核更加稳定 能量更加稳定 才能推动我们在生性使命创业上 可以走得更长久 永续跟稳定 嗯 没错 其实我们这种 至终可以看到说 其实创业这件事情 它但也有困难的地方 可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困难 是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动力 因为你有一个使命存在 你才会想要去达成 所以其实就讲到一个起心动念 那为什么起心动念可以影响你这么大 就是你必须去找到 影响你心里悸动的那一份动力是什么 那你找到它 你就会想要去做 那这个执行力就很重要 这次都要看每一个人 有没有多大的企图心 想做这件事情 是 就像我们生姐当初在决定做自己的品牌一样 就是有了那一份起心动念 我想去做这件事情 才有了一步一步被推动往前走的一个动力 是的 今天我们谢谢我们生姐带来创业故事访谈 谢谢 谢谢您